我們知道 你好 你好 有見面嗎 是的 你們兩位分別是做什麼關鍵 我们這位職位很厲害 兩個字 1 2 3 幫主 幫手煮菜 那我就會幫寶哥 不 我會幫家家 我會幫家家 我就幫寶哥 是的 我看你一個冬一個西 是不是有分別的 是啊,我是幫家家家家煮西餐 其實我們又煮一下冬又煮一下西 我們兩邊都學一下 我負責是煮一些養生的湯水、甜品 或者是教一下媽媽如果想哄小朋友喝湯 有什麼小小的提示或者小分享 到時候節目可以見到 家家就會用一個很貼地的方式去煮西餐 我求家庭主婦看完這個節目 都可以跟著來做 就沒有平時一些酒店級西餐那麼難去做 我介紹一下寶哥 寶哥就是用一些很親民的價錢 做一些很昂貴出來的口滾 口滾 口感 口滾非常好的 現在都拍了什麼時間 有沒有什麼很棒的食物 每天都在吃東西 全部都很棒 肥了一點點 現在開始健康了 因為我們煮的都是以健康為主的 即是吃得又開心、看得又開心 跟著又開心肥 其實家家有些她用家庭主婦的方式去煮的方法 有時候我都沒聽過 即是學到東西 是呀 是呀 你見到她有什麼菜式 我見到其實她好像剛才那樣 有個燕麥杯 有些牛油理燕麥杯 其實我日常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但又很少這樣去配搭 因為她那個意念通常都是打開 在家裡打開一個雪櫃 有些什麼就煮 這樣一個方向 是 那次你又見到她有什麼湯水動 其實我本身都喜歡煮的食物 但因為這個節目 我特意更加去 怎麼說呢 進步一下自己的廚藝 即是不要雞手鴨腳 這樣 還有跟很多三位大廚 因為他們真的是很專業的廚師 我真的在旁邊去學習 一路唱一路學 哈哈哈哈 對呀 你每一次都要唱歌 對呀 我們一起有一個歌 是代表這個糖水的 或者是湯水的 對呀 耳膏 這個叫什麼呢 耳膏 全程 哈哈哈哈 但是音色節目是第一次配搭 是啊 都是我們第一次配搭 沒有想到中年好聲音之後 我們是第一次做這個煮一食的合作 對呀 首先我跟Venus 真的很少機會合作 比賽之中又沒有什麼機會合唱 對呀 幸好現在有機會 對呀 這次是第一次 對呀 真的是我第一次拍飲食節目 難不難的嗎 很久會接機位那些 難度就沒有什麼難度的 即是機位這些是比較 拍攝方面的角度 那你說如果 切一下東西洗一下東西 我都ok的 嗯 我都ok的 我現在學了怎樣 去開這個夜青的了 這麼厲害 對呀 我教你 我教你 好啊 好啊 我喜歡看這我一個夜青 對呀 對呀 然後是一個夜青 對呀 感谢观看